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李世诗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局获胜名举 2019年12月 李世诗九段正式宣布退役 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于21世纪的第二个事业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当代棋手采用隐退这样的形式退出其谈 实为罕见 多数棋手随着年纪的上升 而逐渐减少比赛对局 在把舞台中央让给年轻一代的同时 通常会甘愿退局舞台一遇 而不是独自羡慕告别 隐退意味着一种决绝 转身之际仿佛仰望苍穹 迎出要么一切 要么全无的诗句 在李世诗宣布将要退役之后 他的退役期对手 会选择谁成为了夜间的一个悬念 曾经追赶的前辈 一敌一友的同辈 还是如日中天的后辈 这些选择显然都是本手 但李世诗恰恰是那个最不愿意 下本手的人 最终他选择了人工智能 这局棋是由李世诗 受让两子对阵韩国的人工智能 韩豆 这次隐退棋采用三番棋 第一局如果李世诗获胜 第二局改成分先 但如果李世诗第一局失利的话 第二局将改成让三子 当然李世诗每一排棋 都要贴还七木板 本局韩豆让两子 李世诗贴七木板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直白的韩豆选择了小木 黑棋再占一个空脚 白棋二先跳 接下来黑棋非常积极的 在下方逼住 求战 李世诗赛前也做了精心的准备 对于人物智能来讲 下让子棋和分先下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因为此时黑棋的胜率 高达98%到99% 那么对于白棋来讲 这个棋盘上有很多的点 几乎都是 胜率都是一样的 选择起来非常的困难 所以如果在续盘阶段 能够利用这一点 引导对手出错呢 那么黑棋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增了 这是李世诗的一个策略 接下来白棋挂脚 黑棋马上再次靠 这是阿法狗出现之后的一个经典的下方 白棋实战是选择了下班 上班也是一种方案 黑棋立下 白棋挡住 黑棋搬 白棋搬 接下来黑棋虎 白棋吃呢 黑棋粘住 白棋再补断 黑棋呢 可以在这一带拆 这是阿法狗自我对局当中的一个定势 白棋如果靠下 黑棋接 白棋再压 威胁这个几段的时候 黑棋后视吃住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下方 那实战当中呢 白棋选择了下班 取实地的一个下方 黑棋搬 白棋打吃 黑棋长 白棋粘住 接下来呢 黑棋选择了二路立 这手棋与三路的爬回呢 各有利弊 那接下来白棋飞出 下一手棋 黑棋在下方拆 先安定下方的主力部队 同时夹击挂脚的白子 白棋马上点散散 以下是一个常见的定势 白棋搬 黑棋搬住 白棋再粘呢 黑棋这个时候选择了拖鞋 这也是目前常见的一个下方 因为黑棋局部呢 如果粘住 那么白棋跳出 这颗白子呢 依然有触动的可能 再补一手呢 黑棋又嫌效率不高 落后手不满意 如果黑棋从二路爬 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二间地夹的这颗子呢 位置就不如一间地夹 因为白棋以后 依然有在这一带碰呢 之类的出动的手段 这个结果呢 黑棋也同样不满 所以走不好的地方 干脆就不走 实战呢 黑棋出动 右边的两颗子 威胁呢 白棋这两颗子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由于下方 黑棋已经变后呢 这个战斗 黑棋还是不怕的 接下来白棋针锋相对的断 黑棋再手脚 守住失控 白棋下一手棋再挂 黑棋小飞手脚 接下来白棋跳出反击 黑棋拆尔 白棋再跳 黑棋此时呢 面临选择 下一手棋将成为 局面的一个分水岭 那此时黑棋如果在此加注 也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以前我们的理论认为呢 这个地方黑棋的子力 似乎稍显重复 一个三间高架 一个一间低架 但人工智能认为呢 这个黑棋的形状和后续 是很不错的一个气形 以下白棋大致靠了之后 斑 在脚上腾弄 这样呢将形成一个 漫长的拉锯战 但实战当中 李逝时终于爆发了 自己的战斗力 他直接在上方间 率先对白棋 发动冲击 白棋长出 黑棋在家 白棋跳出 黑棋呢 现在低杆呢 这个地方总是想跟着跳出来 分段上下的白棋 但是有点讨厌的是 白棋靠了之后 在脚上点的手段 这个黑棋呢 不舒服 那么实战当中 李逝时 在上方又捞了一笔 尽显自己僵尸流的本色 让白棋放马来攻 那白棋现在如果直接攻 你从这边震呢 黑棋还有跳出的余地 从上边震呢 黑棋也可以跳出 这个白棋呢 很难攻到黑棋 而如果你走在中间 李逝时准备了 再次靠了之后 顶就地活棋的一个方案 白棋如果粘住呢 黑棋再次一护 这样黑棋作活之后 白棋呢 上方还留有一个断顶 而如果白棋再将自己捕后 由于周围的黑棋 都非常的厚实呢 这个白棋的外事 也难以发挥 这个结果呢 白棋不利 因此呢 我们看实战当中 韩豆呢 也下出了非常漂亮的一手 白棋先在上方碰 借劲 看黑棋的应手 黑棋扳 白棋就退 现在如果黑棋粘住 那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白棋可以从下方 跳过来攻 由于上方多了两颗死 这一代黑棋的出路变窄呢 这个结果 黑棋危险 但李适时也早有准备 在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此时跳出头 由于上方这一代呢 白棋扳了之后 打吃 这个争子不利 左下的三颗黑子 有引争的作用 这是李适时的底气 接下来白棋先刺 黑棋粘住呢 白棋再扳 黑棋强硬挡住 白棋打 黑棋粘 之后呢 白棋从右边飞 一边捞取实地 破坏眼位 一边追究 黑棋联络上的一个 棋形缺陷 黑棋肩联络 白棋再从脚上靠 黑棋挡住 白棋点散散 这手棋一直是 白棋瞄着的 适应手的手段 根据黑棋在脚步的 一个选择 再来决定是 站脚转换 还是家伙外围 实战当中 李适时选择打吃 白棋再扳 黑棋扳住呢 白棋断吃 黑棋站 李适时期待着 白棋能够去吃这颗子 那这样一来 黑棋断打先手 接下来再次冲过呢 上下的黑棋已经联络 而白棋外围的子呢 从后世 全部变成了孤棋 这样的结果呢 白棋当然不肯 实战 白棋呢 是选择了虎的下法 那我们退回到当初 在白棋点三三的时候 黑棋最佳的下法是什么呢 决议和兴阵 同时给出了 这个二路班的一个变化 接下来白棋断 黑棋打吃 白棋粘住呢 黑棋长出就可以 有了这个打的交换呢 这一代 白棋的打吃 无法拿住黑棋 那么这样呢 白棋也会顺势 从上方挡住 黑棋斑 白棋斩 黑棋粘呢 白棋再死户 接下来黑棋在脚上补齐 吃住这两颗子 这样呢 我们看到 黑棋呢 成功的守住了右上的实力 同时 也将右边大龙呢 连回 不过 白棋先手破掉了 黑棋上方的潜力 外围呢 也再度变后 这个结果呢 还是双方可战 黑棋依然是掌握着优势 那么实战当中 我们看 这个结果呢 最终 李世识 被白棋再次扳了 虎之后呢 脚上 不得不再补一手 黑棋打吃完了 再次爬 更让黑棋难过的是呢 白棋的这步粘 还是先手 黑棋此时如果脱先 那白棋的这个打吃呢 将非常严厉 黑棋再长呢 白棋扳 这样脚步呢 黑棋只有断了 再打 去做结 白棋如果立 黑棋从一路打 白棋如果提呢 黑棋打 但是这个结 对于黑棋来讲呢 极重 白棋相对较轻 因为白棋外围已经加厚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黑棋的棋行效率呢 也不是很高 这个黑棋不满 所以实战呢 黑棋继续贯彻自己 守住右上的原则 再次再补一手 这样白棋先手将自己加厚之后 下一手棋呢 再从下方 继续来试探黑棋 为强攻右边做准备 黑棋呢 寸土不让 继续坚住 白棋下一手震 局面骤人变得紧张起来 黑棋下一手棋 向眼穿出 白棋再飞 黑棋呢 现在如果单纯逃出 比如在此飞 也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案 白棋呢 在下方 压住联络 黑棋再贴回 白棋挡住 黑棋引发 这样的黑棋局部就做活了 也谈不上什么屈辱 但这不是李士时的风格 李士时认为自己活在里面 让白棋活在外面呢 心情上他接受不了 所以实战当中 李士时再次爆发 黑棋 不但没有去防守 反而强行将白棋冲断 白棋长出必然 黑棋再跳 威胁 右下的四颗白子 白棋压连回的时候 黑棋的下一手棋 又是异常强硬的下法 直接再次贴出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 再次双 白棋就沾 黑棋再飞出 虽然可以确保 自身大龙的一个安全 但是白棋虎 是先手 接下来 将这一代的三颗黑子 击吃之后 白棋自身彻底安定 这条大龙呢 还有被搜刮的风险 左下呢 这三颗黑子 还有可能被缠绕 这个结果呢 黑棋当然也无法接受 从兴阵和决议 给出的胜率来看 此时呢 白棋挤完这个之后 胜率已经 到了72%左右 黑棋的胜率 只有72% 那这样呢 对于 李士时来讲 是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即使我们 人力棋手之间对局呢 72%的这个胜率 也很容易被翻盘 更不要说对手是人工智能 所以李士时呢 没有选择这一个 黑棋呢 直接在此压出 白棋再压 质探黑棋应手 如果黑棋此时 从中央跳出头 白棋呢 可以在此先靠住 黑棋再长的时候 白棋从下方搬过来 这样接下来 如果黑棋出动这颗子 白棋靠 黑棋再跳呢 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战斗局面 但是李士时 对于这条大龙呢 似乎从来没有认为 他有危险 面对白棋的事态 黑棋一毛不拔 继续长出 固守下方实力 白棋 似乎也被黑棋激怒 没有任何感情的人工智能呢 下一手棋 表现了自己的情绪 白棋直接在此冲断黑棋 意图与黑棋决意四战 黑棋现在如果退让 白棋从上方粘住 黑棋再冲 白棋霜 黑棋粘住呢 白棋就简明的冲斥这两颗子 将下方这块棋连回 接下来黑棋再逃跑的时候 白棋再次肩冲呢 这个黑棋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看到 白棋在这一代目数有收获 全局都已经加厚 上方这一代的潜力增加 而下方的三颗黑子呢 还有被白棋缠绕进攻的风险 这个结果黑棋是无法忍受的 所以实战当中 李氏实也早已算清楚局部的变化 他强硬的在此挡住 白棋断必然 双方进入入伯战 接下来黑棋下出了经典的神志一手 这手棋呢 连当时决议和兴政呢 都没有算到 决议和兴政的推荐呢 认为此时黑棋应该再次飞 白棋粘住 黑棋又再次肩的活棋手段 威胁这个扑了之后滚爆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搬住这两颗子 黑棋扑 白棋粘呢 黑棋提 白棋把这颗子吃住 这样呢 是一个正常的进程 黑棋将右边呢 处理好 白棋也将自己中央呢 彻底加吼 黑棋得到先手 局面依然漫长 黑棋呢 还保留有优势 而当时观战的众多职业高手 给出的第一感 我们人类的第一感呢 是家在四处 白棋粘住的时候 黑棋有一部跳的好手 这个时候下一手机一挖 就全部连回了 同时断开了这块白棋 如果白棋现在粘住 黑棋呢 再次吃 这也是李世识 实战当中的第一感 那么之前 黑棋这部长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白棋刚好被争死 我们看到以下形成争吃呢 由于白棋弃紧 加之黑棋下方 有这颗子接应呢 刚好就把这个白棋全部吃住 这样呢 白棋自然就崩溃 这是李世识的这个感觉 那么人工智能认为呢 在黑棋靠的时候 白棋可以考虑冲 反击 以下黑棋 把这三颗子吃住 白棋呢冲下 这样双方形成转换 黑棋在中央吃住三颗子 解了右边之围 收获巨大 但白棋将下方全部吃住呢 也是有巨大的收获 这样的是 黑棋优势 但白棋可战的一个局面 那么实战我们看一下 李世识的这个走法 李世识在此经过常考之后 这一飞 同样是第78首 仅从技术角度来看 这一步与三年前 李世识对阿法狗的 第四局的神椎一挖 相比 精妙不及 但效果更佳 同样是 不在AI棋感计算范围内的一步棋 这一次竟然连AI局后复盘 都束手无策 那么这首棋到底妙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 现在第一杆 白棋打了之后 再次粘住 逃出这三颗子 但是如此一来 黑棋的拐是先手 扳是先手 压完之后呢 这个尖是制胜一击 白棋打 黑棋就提掉 这一代呢 白棋直接冲 是冲不出去的 打吃呢 我就粘住 再一打的时候呢 白棋首先气急了 这个走什么都来不及了 而如果白棋在冲之前 先做准备 比如说白棋在此断 瞄着冲了以后 这个打吃 借不归的手段 但黑棋的这个压呢 依然是先手 现在白棋如果在 右边补棋 那么黑棋打完之后一跳架 把中央全部吃住呢 这个白棋大败 而如果白棋在此压 黑棋可以打了一下之后呢 接下来把这个粘住 这样吃住这几颗子之后呢 依然是黑棋大优的局面 这个结果白棋无法接受 所以打这个 粘住不行 那么打完了 靠出怎么样呢 大同小异 黑棋依然可以从上方管 下一手的吃接不归 同样严厉 白棋如果长 黑棋还是扳了之后呢 再次接 打就提掉 接下来再断呢 黑棋这个鸭同样存在 下一手去一吃呢 这三颗棋筋依然是逃不掉的 而白棋如果再去补棋呢 那么这一代 黑棋还是可以把 白棋五颗子吃住 所以这个图呢 同样不成立 那人无智能 建议 此时白棋最强的应对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 白棋最强的下法 是在此 鱼形弯出 黑棋 跳架 白棋 打吃 黑棋跑呢 白棋再打 这样白棋通过这个打 先解了上方断点之围 黑棋逃出的时候 白棋再顺势押出 逃出中央的四颗子 但这样 黑棋的粘是先手 白棋粘住呢 黑棋再拐出 这条白棋的大龙呢 需要处理 双方形成对攻之势 如果 白棋再次搬 护住掩位 黑棋呢 则粘 防住这个挤 还有挖的 各种可能 这个结果呢 是黑棋主动 但白棋不至于马上崩溃 棋局呢 还是漫长 但实战当中 韩豆 似乎有了一丝慌乱 他并没有选择这个最强硬的下法 而是选择了 打了之后呢 再次压的一个下法 那么接下来 黑棋的这部跳 又是与之前的这部飞相关联的好手 这个时候呢 白棋已经不能够再去沾这个 实战的下法就直接崩溃掉 现在白棋的下法应该从上方去吃 中央依然是最重要的 黑棋冲呢 白棋先手冲一下之后 接下来有再次沾的一个反击手段 看似白棋这块棋被切断 但黑棋自身的棋型也有问题 那以下呢 这个棋还有挖都变得非常的严厉 黑棋冲反击 白棋呢再次挖 又是好手 黑棋已经不能从左边吃 否则白棋一粘住 黑棋气紧加之两个段呢 局部已经崩掉了 那么黑棋如果吃这个 白棋可以再次打吃 之后再叫吃 黑棋不敢粘 否则白棋这个棋就再次成立 你挡下呢 我就跟着挤下来 那么黑棋再吃 白棋打完之后 这一粒呢 局部一跳 我们看到黑棋全部死掉 那么上方黑棋也随之阵亡呢 这个结果黑棋崩溃 但是黑棋在白棋打的时候 可以选择挡下来的下巴 白棋提连回 黑棋再飞中 那么我们看这个局部的战斗 接下来白棋抢到这个下方的挡住 黑棋的腾挪置孤取得了成功 白棋进攻失败 但是白棋在下方冲下呢 局部也有收获 这个棋呢 尽管还是黑棋大优的局面 不过棋盘很大 还存在变数 但实战当中 在黑棋刺的时候 白棋似乎已经无心在战 竟然直接就傻乎乎的沾上了 这一沾相信各位棋友都看明白了 接下来李世世一打吃 白棋靠下 黑棋再冲 白棋走呢 黑棋粘住 这已经是准备认输了 因为我们看白棋爬 黑棋打 当白棋逃出这个子的时候 黑棋打完之后呢 白棋再跑 黑棋一跳架 刚好利用之前刺的这颗子 就把白棋吃住 这样呢 白棋自然也是大败 其今全数被杀 下方这条大龙呢 还没有安定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呢 当黑棋吃的时候 韩豆就投资了 赢下本局之后 第二局 李世世将分先与韩豆对抗 我们将再无缘见到 人物只能让三子 与人类顶尖高手的一个对局了 与2016年人际大战第四局相似 本局又是神奇的一局 时隔三年多 李世世在战斗当中 再次找到了AI的盲点 用第78首天万飞仙 为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生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这盘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